各位早上歡迎收看星期五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受到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香港今天天氣繼續相當好 首先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大家看到在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下 華南地區今天繼續萬里無雲 所以在香港今天日間仍然會陽光充沛 現在維港看出去都可以看到天色相當好 大家要留意現在紅色火災危險警告 只是生效代表火災危險性極高 大家要注意 至於氣溫方面去到7點多鐘 現在市區的氣溫大約有20度 新界地區有些昨晚受到比較明顯的輻射冷卻影響 現在很多地方仍然只有17度或者以下 例如打鼓嶺、石崗甚至只有13至15度 天氣是比較涼的大家要注意 另外預測今天的最高氣溫會有26度 日夜的溫差比較大 特別是內陸地區一早一晚的變化 又可以超過10度或者以上 大家要留意小心不要攝影響 至於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是天晴和乾燥 日間的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6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東北風 最後去到展望 預計今個週末期間天氣還是不錯 預計會是大致天晴 氣溫方面會逐至霉升 不過留意內陸地區的日夜溫差還是比較大 好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拜拜